这一局飞到什么程度 就连遇见同阵营的伪装者 我都还怕他们背后下黑手抢我物资 自从街区洗脚房不需要钥匙就可以进入以后 就和北山酒店的301房间一样必抢资源点 那么什么是洗脚房呢 大人你不要叫我要叫了 飞也 洗脚房属于塔克服中贵重物资刷新点 比如机密文件搭金等一些贵重物品 甚至一些容器和箱子也会在洗脚房内刷新 在去洗脚房的路上遇见了一个同阵营的伪装者 我以为洗脚房有竞争对手了 没想到他只是上来闲逛 我估计他也是白嫖洗脚房的 你信不信 虽然为同阵营的玩家 但是背后放黑枪的也不是没有 让我们来看看这次洗脚房给我们刷新了什么值钱物资 雷鸣盾精准射手步枪 这把武器在游戏前期可以算是神器级别的存在 外加一把MP9V型冲锋枪 虽然有了武器 但是缺少配件 没想到就在旁边的武器箱摸到了一个镜子 这样我们就形成了初步的战斗力 虽然武器配件都有了 但是子弹却少的可怜 此时我也没有太大的野心只想安分摸摸物资直接撤离 没想到就在楼里摸资源点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一切就好像电影的剧本安排好了一样 没想到摸到了62穿甲单 62穿甲单稳穿四机甲大概率穿透五机甲 这在游戏前期绝对是无敌的存在 打架呢 这边打架呢 其实这个时候我还是非常的犹豫 是保住现有的战利品直接撤离 还是上前去以小搏大 最终贪念战胜了理智 我决定上前搏一下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个很明显的脚步声音 压脚步仔细听声音收集信息 光看他身上的大背包就知道这个玩家一定是肥肥的 AK74U一把 大子包一个 四机头四机甲 就在美滋滋舔包的时候 在我们的右手边传来一个奔跑的脚步声音 我还怕是同阵营的伪装者玩家 所以发出了语音提醒 这个玩家并没有回应我 并且直接跳窗进了房间 杀错人了 在闪身的一瞬间并没有反应过来 这是个伪装者玩家 同阵营的玩家互相攻击 会受到黑伤的吸引度惩罚 并会受到拳头人及伪装者的通缉 舔完这两个玩家的包 本来打算摸摸楼里直接撤离 没想到楼内还有意外的惊喜 玩家死杠咋没事 掉优好 掉优好度的玩家死杠也掉 没想到楼内有两个同归一进的玩家 并且背包还没有被填 此时我恨不得自己身上能背两个大背包 咱也不知道这个玩家是怎么想的 竟然白卡不放进保险箱 舔完包准备直接去下水管道撤离 由于负重的关系行走非常的缓慢 没想到又在撤离的途中遇见了伪装者 可是我们是处于被通缉的状态 地图上的所有人机都会主动的攻击 经过短暖的休息以后 我准备走地下绕开这些人机 这打我我从地下走 没想到地下的人机更多只能回到地上强行通过 还好有惊无险顺利的抵达撤离点 直接下水道撤离 白给我是专业的 阿那这儿我的男朋友 точн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